而以巴冲突说了好久的地面战 现在已经开始正式启动了 哈马斯是在加萨南部的城市甘尤尼斯 跟以色列军队首次展开地面交火 以色列军方就说了 这次对加萨的地面攻势 很可能会持续至少三个月 等到哈马斯投降 并且释放人职 军事行动才会结束 加萨北部的圣城医院附近 轰然巨响 巴勒斯坦红星月会公布这段影片 指控是以色列发动空袭 男子脸上沾满烟尘 狼狈逃难 同天加萨中部小镇也感受不平静 一处民宅区遭轰 又酿成多人死伤 至于先前已多次被锁定的 甲巴利亚难民营还是持续被轰 这次被摧毁的是一间清真寺 类似的段源残毕景象也陆续出现在加萨南部地带 一名爸爸就无奈抱着小宝宝不睹眼前采况 不过以色列指控是哈马斯把平民当人肉盾牌 刻意选在学校附近当火箭弹发射点 另一处地点也紧邻清真寺80公尺左右 到底谁最该为平民死伤负责 以色列总理顾问一度和CN主播发生争执 以色列为了铲除哈马斯早在边界处叙事待发多日 重兵部署的位置主要集中在北部 如果以色列到目前为止都还没真的展开地面进攻 CN记者还发现其中一处层摆放大量坦克的地方 突然空空如也留下履带痕迹 战士无法确定这些坦克车移动到哪里 以色列前国防军上将分析是否进攻关键还是棋子 我们现在在增加我们的智能力 和我们的攻击力 我认为在亚军和亚军上都明白 这些坦克车移动的阻止搜索 以色列周一证实哈马斯手中握有的人质数量又上升到222人 这不仅使抢救任务变困难 若真的要进攻也不排除从海陆包围 CNN则报道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 其实已开始爆发小规模地面交火 却没想到这次短兵相接又酿成乙军死伤 以色列防长则在最新谈话中预告 双方的冲突可能持续数个月之久 不过他认定这将是最后一级 以后这世上将再也不会有哈马斯存在 本新闻 宋科报道 而以色列现在的战线越来越多了 除了加萨跟黎巴嫩之外 军方还空袭了叙利亚的两座机场 原因在于这里很可能是伊朗提供军火 给真主党的转运中心 而另一方面呢 以色列也在约旦河的西岸攻击了一座清真寺 他们怀疑这里已经成为圣战组织策划攻击的主要基地 为死在以色列炮火下的兄弟送葬 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群众群情激愤 对以色列美国的敌意升至最高点 黎巴嫩和以色列北部交界是另一个冲突引爆点 真主党炮弹连发 从冲突爆发至今都没停过 打到以离边界的山头 暗夜里都还冒着火光 民众包袱款款准备逃奈去 以色列在日前宣布撤离28村的命令后 追加再撤14村 相隔一个山头气氛完全不同 黎巴嫩南部教堂外就能看到炮击 在真主党攻击阵地旁的教堂 一对黎巴嫩新人不畏炮火正在办婚礼 我们今天在冲突 尤其是没有冲突 我们今天在冲突 我们在冲突 在冲突 这超违和的一幕 或许就是已离交界的冲突日常 在南美兰 每天 希斯巴勒 是在冲突 四、五、六次 在北兰 他们在冲突 谈谈更多 但至今 只是谈谈 真主党到底会不会出手 目前为止 真主党的领袖 纳斯鲁拉尚未发声 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更是先放话 以色列宣布 自冲突爆发以来 已经击毁了二十个真主党据点 虽然这番话点名真主党 但恐怕是说给伊朗听的 伊朗外长最新与哈马斯领袖 哈尼也热线 讨论该怎么样停止 以色列再轰加萨 两方的密切互动 让美国不敢大意 传出伊朗领导阶层 达成共识 要低限度地攻击美方目标 牵制以色列及美国 逼得美国重兵部署地中海 但是在美国声声警告下 也曝露出 如今以色列与哈马斯 或是真主党的冲突 说穿了还是美俄较力 以色列的最大盟友是美国 而不管是哈马斯或是真主党 背后常年扶持他们的力量 都是伊朗 而向来与伊朗友好 并与美国敌对的就是俄罗斯 伊朗提供俄罗斯 俄乌战争中的大批武器 而俄罗斯则是伊朗的主要贸易国 冲突爆发后 俄罗斯不止一次帮伊朗说话 批评美国只会把中东问题 甩锅伊朗 但是现在情势可能更难收尾 就连约旦河西岸都接二连三 遭到以色列轰炸 以色列指控 约旦河西岸 折尼难民仪附近的一座清真寺 是哈马斯与伊斯兰圣战组织地下指挥所的藏身之地 这一炸造成至少三人死亡 巴勒斯坦怒控以色列改变作法 滥杀平民 为下一波冲突 卖下导火线 TVBS新闻综合不斗 现在全球各地都出现谴责以色列的声浪了 像是英法德还有欧盟的总部比利时都有反以色列的示威活动 而各国犹太人的人身安全也就亮起了红灯 像美国一名犹太领袖就在家中遇死身亡 这里是美国 但力挺巴勒斯坦的声音一点都没少过 美国各地示威连日遍地开花 这两天从东岸的马萨诸瑟州 还有北卡罗来纳州 到西岸的厄勒冈州 上百上千民众都上街抗议 表达对巴勒斯坦的支持 只是厄勒冈这场集会一度不平静 有反对立场的民众直接拿水弹枪攻击示威者 大批警察立刻赶到现场抓人 由于对以巴局势立场不同 发生暴力的事件平权 甚至可能因为种族仇恨 引发杀人动机 身为美国底特律犹太社群领袖的 沃尔21号在自家 身中多刀身亡 明明初出河善 却突然遭到杀害 是不是和她身为犹太人有关 目前警方正在极力调查 动机不明 嫌犯也还没找到 亲友根本没办法接受 追悼会上满满悲痛 以色列正直轰炸加萨之际 数千人丧命伤亡孩童越来越多 让类似的悲愤也弥漫在 全球声援巴勒斯坦示威中 特别是中东 怒火中上的群众 还有南亚的巴基斯坦 北非的图尼西亚 同样举行多场游行 阿拉伯世界 悲愤情绪被猛烈点燃 而这把怒火之剑 早已指向了美国 尼巴的民众 周骂美国 首都贝鲁特上礼拜 跟有大批示威者 试图闯进美国大使馆 爆发多次几名冲突 警方还动用催泪弹 水柱驱赶 但毕竟美国是 以色列最大盟友 以色列军事行动 很多人都打问候 难道就没有美国的幕后之手吗 埃及峰会确实 讨论了加萨的人道援助 但目前还没有取得 重大的共识 出席的联合国 秘书长古特瑞斯 在进出峰会途中 一样被大批 埃及人虚翻 加萨的人道危机 迫在眉梢 愤怒情绪 也早已蔓延到欧洲 德国也不例外 柏林22号 挺巴勒斯坦民众 和警方爆发激烈对峙 然而同一天 支持以色列的集会 也在柏林举行 各国街头越来越不平静 犹太人可能随时 变成被攻击的目标 德国政府抛下历史情仇 誓言捍卫犹太人 一方面就在全球反以色列的声浪 扩大之时 异国军方正回推出宣传片 呼吁大家不要被哈马斯给骗了 哈马斯设立了一个障碍 而国际媒体失败了 而在证据的信息 媒体继续播放 对不起 继续播放 假讯 只不过加萨炮火 依旧烟消四起 同时引爆了国际社会的分歧 各路人选边站局面 俨然已成形 TV新闻综合不斗 而美国现在非常担心 未来大陆会联合俄罗斯 北韩还有伊朗 形成一个新的轴心国 威胁到台海和平 所以美国现在是积极 在发展岛链策略 像是在关岛 新建了至少20个防空飞弹系统 共击 共建 回军西太平洋 为了成就大国战略 不时路过台湾 也影响着日本 航空自卫队 战机频繁升空 见证敌情 日本防卫省 统合不了监部 日前公布最新统计 今年4到9月 为了可能侵犯领空的 国外飞行器 一共出动了424次 虽然和去年同期相比 少了22次 不过72%是为了中共 其余才是应对俄伯斯 近期不管是共机在台湾周边的飞行 或者是共舰在台湾附近的一个 的一些灰色地带的行为 其实都会去影响到 日本的一个海上的一个交通线 因为毕竟在台海周边的战场的话 是一个海空优先的战场 如果海空被封锁的话 它没有办法像俄乌战争一样 乌克兰可以远远的去取得 来自波兰的武器的协助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 会造成美国跟日本都会希望 能够在西南诸岛这一边 能够先去传奇一些武器 避免态势落入被动消耗 进而危及国家安全 日本持续落实安保三文书 增设基地建构反击能力 其中一块拼图是美国实质援助 飞弹除了自制 也提前引进战俘军衣飞弹 而美军驻日兵力 也在默契之下做出调整 像是无人机往南部署 加长第一线的敌情掌握 连串动作背后的意义 是美国岛链战略在行刑 对日本跟台湾 以及菲律宾相对这些国家来讲的话 中共并不会使用核子武器 来攻击这些国家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 今天中共的核子武器 会不会去限制美国 再介入亚太地区 或印太地区的战略 所以我们这样看 其实解放军 意图在超越第一岛链 在第二岛链之间形成拒指外力 跟自由兵力投放 这个企图是逐步让它成真 所以我们这样解释的话 你就会发现 台湾其实在一个风暴中心 就是这个战略前缘 已经往东部移了 就往东太平洋比端去移了 所以美国才要巩固 所谓的第二岛链 从关岛大动作增设飞弹系统 不难窥见美军盘算 在飞弹防御局架构之下 包括萨德 爱国者三星 标准六星等系统 共同构筑防空火网 未来陆续成型 这十年来因为中国崛起 以及中国军事对印太地区的 一个威胁 那美国有必要重新的 这个部署他的这个军事力量 所以岛链战略在这个时候 又再一次的被重新的提起 但是我们从俄乌战争 然后到现在的这个中东 尾巴的冲突来看的话 我们也会担心就是 中国是否会联合俄罗斯 伊朗以及在亚洲地区 尤其是东北亚 北韩的这个力量 形成一个新的 所谓的轴心国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美国试图要强化 第一 第二 第三岛链 这样子的一个构想 我觉得某种程度 在向北京抛出 一个明确的讯息 其实早在2021年 太平洋威褶倡议提出时 脉络就隐约成型 所谓第三岛链 北起阿拉斯加 串联夏威夷群岛 再衍生到部分培属岛屿 以及游澳 而美国应对情势 延展防卫纵深 赶得上风向变化吗 因为知名政治风险咨询公司 欧亚集团基金会 日前公布民调 随机取让了 1000位美国民众 询问如果中共武力犯台 是否支持美军持援 42%些许支持 而强烈支持的 来到18% 正面态度的 总体来到六成 不断的往比端推移的结果 美国自然会感觉 这个盲刺在背 也会感觉自己人人自为 美国国内现在反中的情绪 越来越高 支持美国出兵协防台湾 或者保卫台湾的呼声 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点 那这个时候可能会让台湾 处在一个不得不然 或者是回旋空间 很小的一个窘境里面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 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特别是乌俄战争 还未平息 突然爆发的第六次 尾巴冲突 冲击了美国国际影响力 和战略布局 在这状况下 岛链上的诸国 包括台湾 势必得先努力 巩固自身 TVBS新闻 朱光虹耶稣 看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